这是我长期以来 其实我认为我在面对股市波动的时候 非常有定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就是我们专注在企业价值上 而不是跟着每天股价的火器夫 那所以这不看盘投资课程的第一大特色 其实就是市场唯一教导 完整企业价值的财报分析课程 那第二特色啊 其实就是从出街到进街 深入浅出 不管是投资新手还是老手 都可以很快的入手 那我最近有看到一些同学 在LINE群中有问嘛 就是你可能本身对财报分析 基本上就是一张白纸 那你可以听得懂 千荣老师所上的课吗 那我跟大家报告 绝对可以 不看盘投资课程的第三特色啊 就是我们报名上课的学员啊 都可以独家哦 独家的获得千荣老师 所精心设计的Excel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的一个上课的内容 那千荣会透过目前市场公开的 而且免费的资讯的管道 先教大家怎么去哪里查询 教大家怎么去认识财务报表 在认识财务报表 教大家去哪里查询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接触到企业评价嘛 哇这个就是长期以来 我相信上这堂课的同学 一个非常有收获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懂得去哪里查询我们要的数字 比如说你要至少知道你要去哪里查营收 至少你要知道去哪里查税后净利率 至少你要知道哪里去查股本 当你可以懂得去哪里查询之后 那你在善加利用千荣老师 而所精心设计的这个Excel的档案 那你就把数字填进去之后 那它就会化繁为减 得出企业评价的结果 我们是采取线上直播教学 那可无限次观看90天 然后不受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直到你学好学满都不加价 第五大特色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 就是我们家政的七堂 Google Meet的视讯 那这个QA的成效啊 庆隆认为其实它可以媲美实体的课程 而这是一个非常方便 同学只要有手机有平板甚至有电脑 你就可以很快的使用这个视讯的这个软体 那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一起去讨论 而且可以跟同学一起去讨论 这个你在上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那第六大特色啦 第六大特色其实就是三班合购啦 其实就可以向七折的优惠价 然后你可以不仅现审8100元 那我们可以期许自己用14周的时间去培养 让你一辈子受用的股市赢家策略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啦 我觉得最大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嘛 因为你稳赚不配 那跟着庆隆老师一周一堂能够投资发光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好那如果你对这个我们的今年一年一度 庆隆老师一年只开一次的这个不看盘 获利投资的课程有兴趣的话 那欢迎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这个订购专线 02-2702-9139 转分机一期式 但是我最近还蛮开心的 开心什么就是 开心我还看到了我们在群组里面啊 有些同学开始在分享这个获利的对账单哦 它是实际的对账单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混沌不明的金融局势的时候 你只要方法对了 依然能够创造出不错的获利的表现 那这个对账单其实是这个同学 他在在今年的10月2号 卖出了一档风电的概念股四季钢 然后卖了15张 然后卖的价格是183块 然后这一笔的交易啊 让他赚了74.4万元 然后报酬率是37% 这位同学他有实际的分享啊 就是他买了一档风电概念股的四季钢 然后他买了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是货 应该说他卖出了嘛 获利的37%将近75万 那这是他投入股市超过十年以来 哇 头一次单笔赚这么多 哇 他真的蛮开心的 那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他刚好有好好地读了 庆隆老师在书中所讲的一些投资判断的依据 那他看到了这家公司 他获利有成长 然后股价有创新高 然后他的产业也符合了趋势产业 所以他就一路的报报报 然后一直报到了这个10月2号的时候 把他183获利了结出场 那刚才特别有提到说 为什么还蛮值得去进一步的探讨了 是因为这位同学啊 基本上其实是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原本是套牢的 原本是套牢的 那通常啊 我们发现很多的投资人啊 在买股票啊 买到套牢的时候 就是你买到可能 你买到股票100块 买了之后它开始往下跌 跌到80块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套牢了嘛 然后哪一天他股价回到100块的时候 很多的投资人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解套 对啊 就想要解套 那因为大家那种套牢的心情是很阿扎嘛 所以当阿扎的心情 有一天出现了解套的机会的时候啊 大概10个投资人 大概有9个投资人可能都会赶快下车 赶快跟他塞股办 但是这位 这位我们的这个投资人 他因为看了切勇老师的书 所以他决定什么 决定续报下去 然后报报报报 报报报报他觉得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的昂贵价之后 将他获利了解 对啊 对啊 那我还蛮开心的看到同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交易的对账单 然后这位同学他也 我也蛮开心的 他也是我们的基督徒 他非常的感谢主 然后除此之外也感谢这个 切勇老师 然后另外还有助教 那他可以 因为我们的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我们常常所耳提面令的一些叮铃 可以让他成为他的祝福 我觉得真的是 而且这个世纪刚被套牢了三年了 那今年好不容易可以解套 然后在解套的同时 因为看到了切勇老师所写的书 所以让他感觉好像有机会可以卖在更高的价格 那我也蛮开心的看到了这位同学真正的这个获利 那也 我也蛮开心的能够 因为我的一些分享的一些观点 能够成为他的祝福 那这也是我一个长期以来非常在努力的目标啦 就是我希望像今年以来 其实我一直常常在上节目啊 或者是在做任何在投资决策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自己稍微祷告一下 同学他也回馈啦 就是他觉得以前他买股票都是凭感觉 所以可能每天在那边凭感觉 买进卖出 对啊 可能弄得遍体鳞伤 但是自从他开始学会看懂财报的时候啊 他才开始真正的进入到股票获利的这个循环里面 然后去年他获利了20% 那今年他也预计应该也可以达到获利20%的这个目标 那这位同学感到非常的满足 那这就是我一直很想要看到的一些状况 就是我们常常很多的投资人啊 尤其我在金融市场越久啊 其实越可以感觉到大多数的投资人啊 在看待股票市场的时候啊 常常是把它当做赌博跟投机 甚至你把它当做平感觉 四四手气的一个市场 就是每天股价的这个波动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我们身为价值投资者而言 我们专注的是去追踪我们所要投资的公司 它未来是不是具有成长性 那它目前的一个价值 它的合理价值多少 便宜价值多少 昂贵价值多少 是因为金融主张 任何一档股票啊 其实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去计算出它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当你知道它合理的企业价值的时候 那它就提供了你买低卖高的机会 那每天股价的涨跌 其实都只是身为聪明投资人 身为价值投资人一个可以买低 就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投资节奏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我看到越来越同学的回馈 然后也慢慢看到很多的同学找到了 就是他们自己属于合适自己的投资的节奏跟方法的时候 我真的要帮大家按一个赞 真的有把老师这些年来 这些日子以来苦口婆心的这些叮铃 能够融入到你的操作 那这些东西你只要学会啦 其实基本上它会跟着你一辈子 大家不要觉得很困难 我一直认为就是万事起头难嘛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当你看到有些同学 他有一些这个获利的成绩单的时候 大家不要羡慕 其实你只要跟着这个正确的方法 然后慢慢的去学 而且这个学的啊 是可以让你带着一辈子走的 这些好的投资的方法的时候啊 那真的会让你受用 受用无穷啦 好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嘛 就是任何一档股票啊 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计算出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如果就财报分析来讲啊 我们很多的媒体 或者很多的投资人非常关注 其实就是一家公司 它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那赚多少钱啊 其实在财报里面有一个叫EPS 叫做每股税后净利 它这个是一个反一家公司 它获利的总和的一个会计的科目 通常我们在注意这个EPS啊 是因为不只我们注意啊 其实所有的法人也会去注意一家公司 它未来的EPS有没有机会成长 如果一家公司的EPS有机会成长 那它就会变成成长股的典范 那如果一家公司它的获利的水准如何 那它也会影响到它的企业价值的状况 那EPS有没有办法去做预估呢 那基本上其实 欠勇认为其实可以有三种方法 去可以协助一般的哦 我讲的是一般的投资人 可以遵循的方式 去让你找到预估EPS的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从已公布的财报数据 然后从这个财报的领先指标 那另外还有从法人的报告 这每一个都是可以去协助 我们外部的投资人去判断一家公司 未来的预估EPS可能会落在什么地方 那未来的预估EPS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因为这会协助我们判断 协助我们领先市场 可以去超前部署一些市场 还没有发掘的一些潜力好股 或者是领先市场 看到了一些可能股价 可能已经涨碰轰的一些股票 它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败笔 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这些预估EPS的方式 当然欠勇会在这一次的这个 2023年的这个不看盘获利投资的课程中 我会跟大家一一的 非常有系统性的去跟大家介绍 那除此之外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从已公布的财报数据中 其实有一个方式其实还蛮好用的 这过去也是我长期以来其实可以领先市场 可以做到超前部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这个依据其实也是想要利用今天的节目中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觉得大家今天要把笔记做好 把笔记做好 因为当你学会了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帮 你就可以一样画葫芦去帮助你所投资的公司 那你就可以去试算出它 合理的这个预估EPS会落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从已公布的财报数据去计算出预估EPS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这个 2022年9月19号的这一天的投资家日报 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日报的内容是针对一档半导体测试股金元电子 来进行一个财报分析的一个论述 然后当时的金元电子它公布了8月份营收 然后较去年同期衰退了5% 那今年前8月累计营收也从这个年增率 也从原本6月份的24%掉到只剩下17% 那此外由于下游客户的高库存压力 那可能会持续的调整库存 那因此接下来每个月营收可能会出现持续下滑的局面 那这个是在2022年的9月19号的日报内容 然后当时在这一天的日报内容中啊 庆隆特别就用了刚才我所讲的已公布的财报数据 去帮助我们去判断一家公司的预估EPS 那怎么推算呢 其实有6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查询最新一期的累计营收年增率 第二个步骤就是查询上一个年度的营收数据 第三个就是上一个年度的营收乘上跨幅1 加上最新一年的累计营收年增率 然后得出今年的营收的推估值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查询近世纪的税后净利率 第五个就是今年营收的推估值乘上近世纪的税后净利率 然后就会等于税后净利 那第六个有了税后净利 你只要处于发行股数之后 你就会得出每股税后净利 EPS 那在这一天的日报中我们就继续的把一些数字填进去 比如说他今年1到8月累计营收年增率是17% 然后上一个年度的营收是337亿 然后就可以推估今年的营收大概落在397亿 然后近世纪的税后净利率落在18.69% 这个都是公开的资讯可以让外部投资人查询的一个管道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你只要一样画葫芦 就可以去一步一步的去把你要的数字给找到 然后之后然后有了营收 然后乘上税后净利率就会得出他的税后净利率是在74亿 然后再除以他的发行股数 然后得出每股税后净利是6.08 那因为考量未来经济会衰退 所以一股一片是打8折 所以最后落在4.86元 那为什么要去了解预估EPS呢 因为预估EPS其实是帮助我们解决企业价值的第一步 因为财报分析计算合理企业价值的 其实有一种方法是从本益笔的角度 所谓本益笔就是EPS乘上本益笔的倍数得出合理的股价 假设一家公司他的EPS是6块钱 然后合理的本益笔是10倍 那他合理的股价就是60块 那如果我们有办法假设可以去预估出他的未来的EPS 可能会从原本的6块上升到8块 那在10倍的本益笔不变的情况之下 那他的合理的股价就会从60块上升到80块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已知的财报的一些数据 让我们提早市场去发掘一家公司的获利可能即将要上升了 或者是他可能会出现衰退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领先股价 更早的去做一些超前部署的一些规划 那当然刚才我特别提到 我稍微讲一个合理的本益笔10倍 那这个合理的本益笔10倍只是为了简化让大家方便去理解 但是一家公司他的本益笔到底值多少倍啊 那他基本上是有一个遵循都不是我乱讲的 这是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规范 那通常其实我会去留意的就是去参考他 这个参考他这个 过去这几年他的最高本益笔会落在什么地方 最低本益笔会落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就会去采取这个平均值去做一个预估 那因为联组会在2022年3月开始启动暴力升息 所以我们在参考本益笔的时间点 其实要往前推延到2022年2月以前 那在截取最高跟最低本益笔倍数之后 然后一方面要剔除极端值 另一方面采取最大公约数即可 那无需过度在意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 昂贵的本益笔会落在什么地方 特价的本益笔会落在什么地方 便宜的本益笔会落在什么地方 然后再搭配我们所做的这个预估EPS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把一家公司 合理的企业价值给试算出来 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啊 其实按照我们按照这样子的计算的方式 你看预估EPS 4.86 然后乘上这个10倍的本益笔 然后再考量联准会假设升息数码下 对本益笔下修25.2%的影响 那晶元电子的特价落在36.4 然后便宜价落在40.7 那另外 另外如果联准会 另外因为还有一些财报必须得考量的 就是因为有些企业啊 其实他在计算企业价值的时候 他刚好配发股利 刚好配发现金股利 所以他假设他 假设今天是10月10号嘛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10月10号的便宜价是36块 特价是36块 但是他隔一天如果配了3块钱的股利 那一家公司因为他把股利配出去了 所以他的这个股价在市面上就会往下跌 那基本上你就必须在短线上 你必须得做一些微调 所以在这一天的日报中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微调 那就依照他的配发股利之后 然后所影响的这个合理企业价值 那所计算出来的 那他配发股利的隔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那他的特价会分别落在什么样的区间中 那以这个9月21号来看的话 他的特价是落在33.9 然后便宜价值在38.2 那除此之外 那另外还多考虑了升息18嘛 那他的特价便宜价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分布 那了解了这个企业价值啊 其实他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届 这个定届是什么 这个定届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 在面对在看待股市的波动的时候 会非常的撩然于胸 这撩然于胸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有耐心 然后可以去等待 给股价跌到了便宜价 甚至特价的时候 我们可以动用手上的现金 进场去买股票 那以这个金元电子来讲的话 他在9月21号到10月21号这段期间 他的特价落在33.9到34.1之间 那还蛮欣慰的 其实我们去看 2022年5月到9月份 这个金元电子的股价走势的时候 他从原本6月15号最高点46.6 一路的下滑到9月16号34.5 那跟这个升息15码 与股力减损的9月21号的特价33.9 基本上已经是不谋而合了 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个企业价值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非常的乐见 什么乐见看到一档好的股票 它的股价出现下跌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个股价的这个下跌 提供了我们买低的机会 提供了买低的机会 就是我常常一直在讲一句话 就是好股票会越跌越美丽 但是很多人看到好股票越跌会越害怕 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你对它的企业价值是没有定见的 根本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到它跌的时候 你就会害怕 但是如果你懂得去看企业价值的话 那它的股价的下跌 反而提供你一个非常好 可以让你去超前部署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这一波 就是后来的晶元电子的股价的走势 确实就如我们去年的 我给大家看是一年前 对啊我说我一直跟他讲 就是我们在做财报分析 其实我们看的观点 其实一年后来都可以非常的具有验证性 所以很多投资人会非常的讶异 为什么就是你懂得财报分析 竟然可以如此的去完美的去掌握市场的这个节奏 那关键其实就在于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专注在企业价值的一个贫量上了 那每天股价的波动只是提供给我们买低卖高的机会而已 对啊 那如果股价太高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股票 如果股价已经跌下来了 跌到特价的时候 然后有些同学看到好的公司越跌会越害怕 那真的就是你可能投资的节奏跟方法 可能必须得进一步的去调整 OK 好 那刚才这个金元电子真的是完美的示范 因为后续我们看他后来的股价 从这个不到30块 一路的涨到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 成绩来到83.5 所以你30块32块的特价到80几块 你的获利是高达了超过一倍多 一百多% 所以这就是当你聚焦企业价值的时候 那你就会乐见什么 你就会相信好股票越跌越美丽 当好股票越跌的时候 你就越敢下去买 那因为为什么好股票越跌越美丽 是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日后的超额的利润 对啊 很多人看待跌的时候就很害怕 但是跌的时候才是你进场的时间点 然后因为它酝酿的下一次超额的利润 这个就是我庆荣长期不厌其烦的 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方式 好 那刚才我是很快速的在讲这个财报分析的内容 所以如果同学可能有点听不懂的 或者是也没关系 你就把我们这集的内容好好的做笔记 因为我庆荣的操作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都非常的公开跟透明 我没有什么秘密 我就是很公开的都展现出来 不管在我的书中 然后在我的投资家日报里面 甚至我的部落格都非常的完整 公开的呈现 那大家这些完整公开的呈现过程中 大家都可以学 那你可以自学 那如果你觉得你在自学上有一点 可能会有点懒惰 或者有些偷懒 那庆荣非常诚挚的邀请你 参加我们这个一年一度 开的这个财报 那个不看盘获利投资数的课程 那这是一个市场最完整的一个财报课程 从初阶到进阶 那我们从10月21号会开始上初阶班 11月8号会开始上进修班 然后明年的1月13号会上实战班 那庆荣一共安排了14堂的课 总计超过30个小时 那希望透过一周一堂 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学 能够投资发光 那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课程 然后我们这次是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 然后这个影片可以重复观看90天 所以你可以不受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初阶班即将在10月21号开课了 那所以如果有兴趣 来想要完整的去学习 这个财报的课程的同学 真的就是七年一年就只开这么一次课程 那也请同学好好的把握了 那另外跟大家报告了 现在就是报名这个三班合购 我们除了享有优惠家之外 那另外我们也会赠送倩永老师的这本最新的著作 买低卖高投资术 这个这本著作已经登上了 博客来近7日的销售排卖榜的第二名 真的非常感谢同学的支持 那因为我原本还想说这么厚的一本的书 这很厚的400多页 我把它当教科书来写了 那没想到会获得市场这么大的回响 那现在已经是博客来7日的 书籍销售的排行榜的第二名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这个三班合购 那我们就会送倩永老师的这本最新著作 那你可以好好的去掌握这个买低卖高的投资数 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那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报名的网页 那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2-2702-9139转分级174 那我们就会有亲切的课服去协助你办理 2023年清永老师一年一度只开一次的 不看盘获利投资数的课程 刚才我讲的这个案例的同学 有在留言板中回应了 这个是真实的案例 我没有造造假 我看到有同学 还蛮恭喜这位同学 这个是Ason Lee 恭喜你投资获利 希望你能够把这些方法好好的学 那基本上其实我一直相信 在金融市场你只要方法对了 小钱也能够变大钱 但是如果你方法错了 其实你有再多的钱其实都不够你赔 有再多的房子都不够你赔 所以方法真的很重要 好那同学如果还想要对我们的商品 或者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那金融非常诚挚的可以推荐 大家可以先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先免费的加入这个 我们标股心的免费的LINE群 那这个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赢家的观点之外 那我们里面也有亲切的客服 可以协助帮助你去了解我们的商品 另外我们还有专业的助教 还有热心的学长姐 可以帮助同学其实在投资的路上 不再孤军奋战 当你有点在古海中有点迷茫的时候 或许我们这个群啊 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方向 那跟大家报告 这是金融唯一认可 所成立的这个免费的LINE群 那这个群以外的全部都是诈骗 最近的诈骗真的到处冲刺 所以大家要小心分辨 只有这个才是真的 在év港探战 我下来的 并没有 感谢观看